涉嫌打護理師巴掌的桃園爐竹香帶王貴芬 引發社會公分踏罰 為了表示歉意王貴芬今天上午到醫院 想要親自向護理師送話道歉 不過呢今天護理師休假 兩個人並沒有見到面 手拿著鮮花 頭髮有些凌亂 香帶王貴芬早上到林口長根 探視父親 對甩護理師耳光的行為再度道歉 我今天是純純來探病的 也是希望李偉珍小姐能夠見到 我再度向她致歉的誠意 就在媒體進一步發問時 王貴芬聲稱看病時間已到 趕緊轉身離開 我們打過這個秘書這件事情 不過自從打耳光事件爆發後 有關王貴芬的不當行為 跟著被攤在陽光下 甚至傳出她打人不是第一次 曾經在社區與人爭吵時 甩了前來勸架的女秘書 兩個耳光 面對媒體追問 王貴芬一再否認 所以是不是打耳光 一定不是第一次了 我生平同一次 不過就在探病後 得知父親病情不見好轉 王貴芬神色凝重 情緒近乎崩潰 看到爸爸的狀況怎麼樣 不要 怎麼樣 乖嘛 媽媽聽啊 一請我發起我的弟弟 不要 拜託啊 雖然是要來道歉 卻說純粹是來探望重病父親 陳毅有些不足 加上女性護理師休假 王貴芬只能把花束 放在家戶病房門口 想要得到原諒 恐怕沒那麼容易 UDNTV 鄭國良 周思瑜 桃園報導